1686集 武兹会长 我们就是把他救过来 他也不会感激我们的 而他要是死了的话 这一切的麻烦都没有了 况且他又不是我们害死的 是他自己心里承受不住 啪的一声 未等他说完 武兹狠狠的一耳光 摔在了他的脸上 张红着脸怒声喝道 你他妈哪是个医生啊 简直是恶魔 该下地狱的恶魔 话音一落 武兹再也顾不上 跟他多说什么了 转身急步地冲进了病房 克尔捂着被扇得火辣辣的脸 站在原地呆立了片刻 接着眼中闪过了一丝凶光 转身快步地走到楼道的 一处拐角方向 掏出手机 翻出一个号码拨了出去 怎么样 阿布勒先生怎么样了 武兹冲进病房之后 急切地冲一众医生问道 此刻安德烈等人正围在屋里 备用病床跟前 争风夺秒地抢救着阿布勒 放心吧会长 阿布勒先生不会有问题的 安德烈顾不上抬头 一边救治着阿布勒 一边冲武兹回答 一定要把阿布勒先生救过来 武兹催促一声 接着背着手在屋里来回地走着 紧锁眉头 思考着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克尔刚才的话说得不错 等阿布勒醒过来之后 必然要为他的女儿的死 套个说法 虽然他们世界医疗工会 也是已经竭尽所能在救人了 他们也不想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按照行业的规矩 就算是病人救治不过来 也不能让他们担负责任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的事 他信誓旦旦地和阿布勒 保证过一定会治愈萨拉娜 身为世界医疗工会的会长 他代表的自然是 整个世界医疗工会 所以仅凭他的这一句话 阿布勒就完全可以 让萨拉娜的死 让他负责 武兹先生 阿布勒先生已经苏醒过来了 这个时候 安德烈急切地冲武兹喊了一声 同时抹了一把头上的汗 长出口气 武兹闻声精神一振 接着快步地冲到了一旁 备用病床前 只见病床之上 阿布勒确实已经苏醒过来 他睁着星红的眼睛 张着嘴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目光呆滞 目呢 阿布勒先生 阿布勒先生 你没事吧 武兹急忙低声呼唤阿布勒 原本躺在床上的阿布勒 猛地坐起身来 一把撕住了武兹的衣领 冷声说道 武兹 你是不是非常希望我又是 恨不得我一死了之 阿布勒先生 请您放手 别冲动啊 刚才是武兹先生命令我们救你的 一旁的安德烈 健壮急忙上来拽开阿布勒的手 想让他放开 但是阿布勒的手腕宛如铁钳一般 牢牢地撕扯着 武兹的衣领 任由他们怎么拽也拽不开 武兹 你还我女儿命来 你还我女儿命来 阿布勒压根儿不在乎安德烈等人的话 他睁着赤红的眼睛 嘶声冲武兹质问 武兹冲人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不要伤害阿布勒 自己垂着头无力叹息一声 接着无奈说道 阿布勒先生 我在这里哪也不去 你想什么时候找我算账 就什么时候找我算账吧 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你 你现在应该趁着萨拉娜尚未弃绝 去陪他走完最后一程吧 萨拉娜 萨拉娜 阿布勒的脸色猛地一变 盛怒和悲痛之下 他只顾着找伍兹要他女儿的性命了 一时间都忘了探望他的女儿 经过伍兹这一提醒 他如梦初醒 涕泪横流一个翻身 亮腔下窗 接着几步冲到主卧间的病床前 看到了那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女儿 他脑袋嗡地一下 跪倒在床边上 他抱着病床上的女儿 失声大哭 的确如伍兹所说 此时萨拉娜尚未弃绝 但是跟气爵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 只见病床上 萨拉娜眼窝深陷 双眼紧闭 面色灰白泛青 嘴唇苍白如雪 瘦弱干瘪的胸膛几乎 已经看不出气负了 气息俨然 已经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了 阿卜勒在床上一边痛哭一边大声地祈祷 声音撕心裂肺悲痛欲绝 饶是见惯了生死的一众医生和护士 看到眼前这一幕也是神色伤感 低头不语 阿卜勒先生 对不起 这一切责任都在我 武兹低着头 颓然摇头叹息 这一切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以至于他现在还无法接受 萨拉娜为何会突然间出现这种症状 就连他现在也百思不得其解 吴兹 这件事跟你没有丝毫的关系 就在这个时候 随着病房门嘎吱一声被推开 一个高亢的声音随之传来 屋内众人奇奇一愣 接着不愿而同的转头朝门口的方向望去 只见两个人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正是科尔和洛根 洛根 你怎么来了 伍兹看到走进来的洛根之后 神色不由微微一变 似乎有些意外 虽然洛根代表着官方 是整个世界医疗工会 实际上的管理者和监督者 但是伍兹跟洛根却是明确过 医疗方面的事 不会让洛根插手 让洛根老老实实地待在办公大楼里面 不要随便进入医疗区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能不来 洛根眯着眼睛 眼中金光四射 扫了眼前 病床上趴着痛苦的阿卜勒 他沉声说道 虽然阿卜勒的女儿死了 但是这件事的责任 不应该推到我们世界医疗工会身上 要知道 他女儿在过来之前 就已经冰得吹丝了 而且 这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敢接收他的女儿 我们世界医疗工会 接受了他的女儿 并且还给他女儿提供了医治 不管他女儿使生使嗣 他都应该感谢我们 要不是我们 他的女儿可能根本就无法多活这半个月 你放屁 这个时候扑在病床上痛苦的阿卜勒 听到洛根这番冷血的话 再次勃然大怒了 他转过身来 指着洛根厉声说道 虽然给我女儿接过针的医生 没有把我医治好他的病 但是那些医生说过 我女儿 最起码还能支撑半年 结果来到你们这里之后 他连一个月都没撑下去 阿卜勒的声音七绝无比 既绝望又懊悔 他后悔把自己的女儿 带到世界医疗工会来医治 没想到这反而会直接 害死自己的女儿 哼 我们又何尝不知道 不给他医治 他起码还能活半年 但是半年之后呢 他还不是非死不可 而我们选择纠治他 是为了给你们生欢的希望 是让他活得耿旧些 你应该赶紧我们 是 但是你们确定自己 确实能够一致再接受啊 不能指你们成什么能 你们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